華光社區強制拆除 自救會與警方爆衝突 殺人部長 被死居民 宣傳一時的華光社區違建拆除案 台北地院昨天執行首波強制拆除 在拆除的同一時間 有30多名自救會成員到國部 抗議未獲安置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要對待我們這些 居民們 我們這些善良的居民們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居民們 老的老 團長的團長 我不曉得為什麼警察 要這樣對待我們的人民 還有居民在拆遷的磚塊 木柱稻草聲援 抗議民仗恨警方爆發肢體衝突 幸好無人受傷 10塊全部靠著去帶走 你連10塊都要搶 你不要了心 會在台北杭州南路二段的 華光社區違建案 以爭議多年 土地所有人法務部 提起拆污還地民事訴訟後 申訴 法院判這塊土地所有全人是法務部 昨天原店拆除四戶中 已有兩戶自行拆除 這麼迴政建築啊 是你們政府裡面 你們兩兵變出來的啊 那實際上是開爛房子啊 我操你 誰有住戶在場抗議 怪手在20分鐘內 就將兩間空屋移為平地 法務部表示 本月底法院將強拆另兩戶 四月還會強制執行兩波的拆除 會持續協調後續的安置 動新聞綜合報導 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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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